9月15号晚上8点半 台北市林森北路的一条巷子里 两名男子走过来 当中这个穿着长袖衬衫 戴着眼镜口罩的男子 就是前总统陈隋变的儿子陈志忠 走在他前面的是叶姓友人 另外一位在门口等着他们 拿着红色塑胶带的男子 则是金门环保局长蔡奇庸 蔡奇庸身边还有两名酒店小姐 三男两女进入这间店 就是叶姓友人投资的招待所 其中这名长腿辣妹 当天出厂作陪 却不知道身边的人到底是谁 我们这次知道一个有个 长得很像干凋龙的 对 可是我知道有个头发尖尖的 头发尖尖的 比我矮 在包厢里面 头发尖尖个子不高 长得还像动画人物 讲的就是陈志忠 但是陈志忠打死不认 和酒店妹有接触 陈志忠到底有没有和酒店妹 在包厢内共处 他不愿意夺出回忆 至于他当天 为什么会出现在招待所 临时 因为我们的校友 这个蔡奇庸局长 现在金门县的环保局长 那他这个来邀约 爸爸当然也知道啦 他怎么回忆 被狂骂一顿啊 怎么会约在那个场合 那个又不是酒店 那个不要 主席乌友 那个不是酒店 这间招待所晚上才营业 白天看起来大门不算闲眼 这次陈志忠临时的私人行程 却被平面媒体逮个阵着 外界怀疑可能被涉局 随时随地都有在跟拍啦 那选举从来没有轻松 陈志忠认为自己太大意 虽说是朋友邀约 但是出入招待所 还有酒店小姐出入 实在有损形象 三立新闻朱局节 连贯志何振凤高雄报道